喂喂喂,王的女人,谁敢动 乐者,拈花惹笑,拨奖,一刀苏苏,一种侃侃 后期,千雪,哎呀,独家出品哦 第五百八十一集 清夜盯着湛青城,第一时间也没能说出话来 她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从不相信这个世上会有男子能让她分神 这是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 这样的角色,本该只能天上游 尤其这孩子脸色略显苍白,明显有伤在身 这模样更是让人心怜 不过,清夜毕竟不是清枝,年纪也摆在这里 九王爷再迷人,他也依旧能够冷静地对待 对他来说,只是个年轻人罢了 帘子忽然被无处自来的风掀开 教中人,彻底看清楚湛青城的模样 他勾起薄唇浅笑 那双湛黑的眼眸,在晚风中透着让人看不透的幽暗光泽 长得果然绝色无双 竟不像你的爹娘 湛青城长下一紧 从未有人在他面前提起他的爹娘 是爹娘,不是父皇母后 更何况,他能明显感觉到 这女子话中有话 他到底知道多少 龙飞燕,挽起唇 笑意却显得如此冰冷 若我没有记错 你应该还有两位弟弟 他们如今是否还活着 玉京风吓得一跳 差点想要冲出去 将这女子脸上的纱巾摘下来 看清楚对方究竟是什么人 他为什么知道这些事情 他到底想做什么 湛青城一张冷若冰霜的脸 始终没什么波澜 淡漠的唇透着绝色的气息 一刹那的诧异之后 早就恢复了平静 她的孩儿 竟然比她还要出色 不错 不错 龙飞燕这话音刚落下 忽然一阵风动 那道素白的身影有几分模糊 但冷冽的气息如浩瀚大海 瞬间笼罩在了湛青城的周身 玉京风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便将对方的真气 逼得弹飞了出去 差点撞在不远处的树上 她的目标不在她 这份真气分明是冲着王爷而来 可却一下子就逼得她毫无还手之力 就连守在轿子边的青叶和青枝 也感受到主子强大的内力的压迫 青叶退了树步 好不容易才稳住了身形 青枝的功力并不如青叶身后 龙飞燕离开轿子的时候 她已经是藤帝一起 撞在了一旁的大树上 面对如此强悍的内力 从头到尾 只有湛青城一人面不改色 淡然看着刹那间逼近的那道身影 轰了一声 周围的空气就像是被隔断了一般 好不容易稳住气息的玉京风 立即盘膝坐在地上 运功抵挡 青叶扶着轿子 努力让自己和轿子稳住 青枝直接坐在大树前 以自己的内力和大树的阻力 才勉强能够抵御 二人内力碰撞的余威 高手过招 有时候最是简单 他们不比招式 只比内力 直接 了当 谁赢谁输 轻易能变 不过这一次 却似乎谁也没有占到便宜 疯狂过后 湛青城已经是站在了原地 一步未退 龙飞燕 也不过是回到了自己的轿中 安静地坐在里头 优雅自如 风停了 轿子的门帘垂落 将两个人的视线挡去了几分 青叶稳住气息 盯着依旧坐在地上的玉京风 淡淡倒 如果不想做无谓的牺牲 就让你们的兄弟回去 下次再让我发现 来一个杀一个 来两个杀一双 他足下轻点 又是单手托着轿子 两人一叫 平地而起 速度不快 竟缓缓地向远处掠去 坐在树下的青枝 也站了起来 一脸气息 脉步追了上去 三人走得并不快 慢悠悠地 也不怕身后的人追上来 就像是在街上游玩 还一边观赏周围的景色那般 和一般游玩的人 区别只在于 他们踩在了半空 轻飘飘地脚步 不沾青尘 玉京风好不容易 从地上站了起来 走在湛青城的身边 抬头看着 渐渐走远的三人 心头一阵汗动 他们走得不快 并不是因为轻功不好 恰恰相反的是 这样的轻功 绝非寻常人能比 一般人 为什么要用到 飞掠这两个字呢 那是因为 若不迅速地掠过去 他们的内力 很容易被耗完 到时候 内力支撑不住 离地的那份重量 人 就会在半空中掉下来 越是走得慢 轻功 越是厉害 只是两位随行的手下 便已经是这么厉害 教中的女子 有多深不可测 简直无法想象 若不是王爷厉害 只怕他们 也难以从 这三人手中逃脱 那些派出去的兄弟 若是他们要对付 简直是易如反掌 对方来给他们警告 倒也没有恶意 大概只是被跟烦了 至少他们暂时 还不打算 对他们的人动手 不过 以这三个人 这么厉害的身手 为何还要特地 来警告一番呢 要说是来警告的 玉京风说什么 也说服不了自己 倒是 像是特意来看看王爷 顺便试探一下 王爷的武功 嗯 定然是这样没错 王爷 他为何不知道 玉京风的话尚未说完 脸色瞬间大变 王爷 你 你受伤了 战青城哼了哼 忽然转身 竟然朝着天机堂走去 王爷 你 你要做什么 玉京风想追过去 无奈实在是走不快 刚才被那位 蒙面女子的内力震伤 到现在 气息还平复不过来 要追上去 谈何容易 但是 王爷不是刚从天机堂 离开吗 这会儿还要回去 王爷 你等等属下 属下走不动了 王爷 你还受着伤呢 王爷 你走慢一点 讲完毕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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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